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功夫已经操作结束了 普通的叮咛 外道里皮肤都是完好的 没有真菌 没有湿疹 像这种情况呢 一个是他的平时的叮咛的分泌量可能多一点 另外一个呢 就是面签的后天的加工 加上他洗澡的时候呢 有些水不舒服啊 就频繁的使用面签 最后呢 就把外耳道啊 像一个打夯一样的 打瓷式了啊 好 刚才那个秉立结束了啊 咱们换另外一个 这是个小孩啊 其实一样也是啊 最明显的是 面签把这个东西给碾压的啊 就像糊墙一样的啊 在这个骨膜表面啊 挤成了一层这个 叮咛的 墙砖一样 这整个把骨膜给糊上了 所以很多人有这么一种感觉啊 这个洗完澡耳朵不舒服啊 那面签一进去一擦 哎呀 这个就觉得挺不见剩 就是现在画面上的这种情况 面签的这种挤压啊 对于外耳道啊 对于骨膜完整的人来说 这个洗澡的时候浸点水啊 这个水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刺激啊 你不需要去刻意的去清理它啊 有的时候这个水干的比较慢呢 你可以用这个吹风机把它烘干啊 其实对于 外耳道本身皮肤没有一些什么特殊疾病的人 日常洗澡的时候呢 这个让这个淋浴的水啊 在耳朵里头 在外耳道里啊 转一转啊 我这叫涮一涮 是有一定好处的啊 它可以把一些碎渣子带出来啊 当然有的人是这种已经形成了这种团块啊 你这个一进水以后 有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推到深处了 或者你自己后期用棉签把它推进去了啊 因为有一些呃 你耳内镜啊还不是说特别的普及啊 有些区域还在采用非常原始的清理的方式 像刚才前面这两个病例呢 没有耳内镜操作的话 那就是用冲洗啊 其实你到医院来 医生也是啊 拿个或者是护士 有些地方是护士操作 拿个注射器啊 接一管的水 往耳朵里冲啊 其实跟你日常在家里 水龙头底下冲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个呢啊 我知道了 这是那次来的 咱们上一期不是放了好多小朋友吗 这是其中一个小朋友的爹啊 这个儿子呢 一耳朵硬菜啊 清理了 这个爹说也来看看 哎呀 耳朵里也不熟 他这个是纯天然啊 没有后天加工的 浮压信器处理这种 就非常的轻松啊 好 外耳朵通畅 这个骨膜的颜色呢 有点浑浊啊 幼年的时候呢 应该是得过中耳炎了 好 这个是这个 小鹰菜的爹啊 的左耳 他右耳也没闲着啊 右侧也是 当然相对左边要好一点啊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记得我放视频好像是前年吧 就转眼一年多的过去吧 前年的秋天好像 记得印象当中 是去年过云头了 去年的秋天啊 里边有根头发啊 那小钱的把这个夹出来 来 伸进去啊 看到骨膜是完整的 颜色有点混浊 今天呢是个大杂烩啊 什么都有 前面几个是普通的叮咛啊 这个是真菌啊 里边 绿与葱葱啊 一层的白毛 不二道理呢 因为空间的狭窄问题啊 通风不好 潮湿阴啊 说的不好 定一点 跟下水道差不多啊 所以呢 容易有这个真菌的滋生 真菌呢 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 随处都可以存在的 只不过大部分条件下呢 真菌是以这种啊 包子啊 或者是说说通俗的 就像种子一样 处于一个休眠状态啊 在适合它生长的环境当中呢 它就会生根发芽啊 就出现这种情况 真菌型万尔道炎呢 在万尔道疾病当中 是我个人觉得是超过了这个 叮叮栓色啊 比叮叮栓色远远的要多 这个已经把骨膜表面都呼上了 所以会觉得耳朵很闷很堵啊 那么治疗其实也并不复杂啊 就尽量的给它清理的干净啊 把这种大块的 这种真菌块清理掉啊 有的时候骨膜表面呢 因为这个 骨膜的特点啊 也不适合做这种强行的操作 也很薄啊 可能还会有一些残余 那么后期通过 碳酸氢钠第二剂啊 这种碱性的第二剂 我是不主张使用这种酸性的第二剂 哪怕你使用 或者是抗生素的第二剂啊 对真菌都是无效的 哪怕你用双水也行啊 这种中性的 大块的清理掉 因为这种边角的地方去强行用器械操作的话 会比较疼啊 这种也就是成年人啊 还好儿童的 呃 儿童的真菌性瓦尔脑炎相对比较少 这个人已经在外面折腾了一个多月了 这个真菌的形态啊 好多种啊 像刚才的这种黏糊糊的 跟牙膏似的 或者像豆渣一样的似的 这种东西是一种啊 还有一种是这种干片一样的 外耳道呢 是一种干片状的结构 然后延续到骨膜表面啊 可以看到有真菌的这种菌丝 从啊 从啊 外耳道里把它啊 撬开 从边上呢 一点点把它掀起来啊 这些区域都很敏感啊 呃 微博里总是有人问啊 我这套东西在哪买 其实这套东西呢 哪都能买得到啊 这个网购什么都有 跟我可以买到跟我手里的样式一模一样 但是呢 你我推推啊 规券大伙啊 你能买到同样的设备啊 但是你没有经过这种 呃技术专业技术训练啊 特别是你没这种资格啊 最好不要去碰啊 因为你不知道一旦损伤到后面啊 如果比方说简单的外耳道损伤了怎么处理 骨膜造成的穿孔怎么处理啊 你不会有这些后续的这种解决方式啊 单纯看着挺过瘾的 这个是医疗行为啊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什么娱乐活动啊 外耳道掀起来啊 包括骨膜表面 一切掀起来啊 这种在骨膜表面结成一层壳以后呢 也是啊 会造成 这种闷毒感啊 像灌了水似的 操作需要一定的耐心啊 这个区域稍微力量多一分啊 这个就破 非常容易啊 非常容易啊 上显微的小钳子啊 这得分次去啊 有的时候大家想看一整块拽出来 嗯 不太容易啊 这个片越包 越不容易整个去出来啊 它中间很脆 调整这个钳子的角度啊 好 骨膜最后还剩下 表面剩下一点了 这个就很危险啊 这已经贴在骨膜上 这已经贴在骨膜上 好 这个骨膜基本上就干净了 后续呢 还需要涂抹抗针菌的软膏啊 否则的话 单纯靠这种清理啊 很快就容易又形成一层新的这种结痂的干壳 今天的视频就播放到这里了 明年再见